这里是300g 急冻母头 去了抢的大虾 开了冰之后 第一步先脱壳 脱壳之后 用刀在背部戒深一点 切到一半左右 每个都是这样做 脱壳切好之后 用厨房纸抹干水分 加调味 用四分一茶匙的盐 八分一茶匙白胡椒粉 一茶匙味淋 接着浸入这条味 腌15分钟 另外一方面 我买了一只含鸭板 蛋黄很漂亮 出油 我先拿蛋黄出来 隔开 压碎 隔开 虾叶很辣 我们就大火热 加两汤匙油 在等着油热 加少许生粉 在虾上 在油热 用火热 就转中火 把咸鸭板黄放进去煮 鸡热 鸡热 再炒至中火 将咸鸡蛋黄放进去煮一煮 我会用1汤匙的越南虾酱 1茶匙干辣椒 2茶匙蠔油 2茶匙蜜糖 搅拌均匀 搅拌均匀 把虾放进去 把火转成大火 搅拌均匀 搅拌2分钟 另外准备一碟山菜丝 蝦都熟了 把虾倒入山菜上 做有惹味 大家不妨试一下 帅里面 1分钟 2分钟 1分钟 2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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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分钟 中文字幕——YK